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这一尊的吉利吉拉雅 是很早的一个金刚神 在莲华生大士入葬的时候 他降服了大利鬼王 他就变成一个瀑巴金刚 我刚刚为什么念这个 那个古鲁吉拉雅 因为莲华生大士在视线普巴金刚的时候 进入普巴金刚的身 显化出来的普巴金刚 是莲华生大士变化的普巴金刚 成为古鲁吉拉雅 也就是 我们知道在藏人他们称古鲁 古鲁仁波切 就是莲华生大士 古鲁吉拉雅 就是莲华生大士 所变化出来的普巴金刚 他曾经摆了十三个坛 普巴金刚十三尊 然后教导他的名徽 一喜戳嘘嘎 接受普巴金刚十三尊的灌顶 普巴金刚是很早的一尊 这个护法神最早的 莲华生大士入葬的时候 所以在弘教 特别遵从普巴金刚 其他的 像黄教 白教 这个莲华教 花教 同样的很尊敬普巴金刚 他是所有嫌疑的一个大护法 三头六尾 一样的是金刚手 文书 跟观世音 三则的合一 三则的合一 我们知道的 这个金刚手 是代表法律 正面是金刚手 那么另外一面 就是大威德金刚 文知事理菩萨化身的 大威德金刚 另外一面 就是观世音菩萨 化身的马头明王 三个头 六支手臂 那么其中的中央两支手臂 是哪座金刚诀 所以我第一次去见到 到香港 香港前湾 福龙山 见到了你们的师公 那时候呢 他第一个拿给我的 第一个送我一个 就是普巴金刚诀 这三我称为三面金刚独孤处 三面金刚独孤处 以后我在做法的时候 经常用三面金刚独孤处来做法 这一支三面金刚独孤处 这是图灯塔吉上师送给我的 我一直放在我自己的美国西雅图的这个 生活密宴 我的房间里面 插在一个米堆上面 插在一个米堆上面 这个就是吉利吉拉雅 他的法力当然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有翅膀 他是有翅膀 金刚神显现是有翅膀 有翅膀的很少 他那翅膀 可以讲是用刀的薄片 做出来的翅膀 力刀的很薄很薄 像我们 我们有一种刀叫什么刀 这个很薄很薄的刀 这个两面都是很利的那一种刀 我们学生的时候有在用 是美工刀吗 不是吧 不是美工刀 是刮物刀 是放在那里面 可以刮鬍子的 如果以前没有电动的刮鬍刀的时候 我们用的刮鬍刀的那个刀片就是 那个就是他的翅膀 从他飞起来的时候啊 他没有人能够抵挡 那个刀片 那刀片飞过去整个通通砍掉 他降服的力量非常的大 他有超度法 大家知道可以看这个 里面有超度法 等一下要给大家灌点 蒲八金刚的三个法 一个是超度法 一个防杠头法 一个是大富贵法 三个法 怎么防杠头呢 你如果中了杠头 很简单 你就做普八金刚的护魔 然后你自己本人到这个坟场 去找那个树枝 差不多七寸长 七的倍数 七寸长的树枝 找来 把皮削掉 把皮削掉 你要剪成七寸长 把那个削成刚刚好七寸长 把那个削成刚刚好七寸长 然后你把它放到附魔佛里面一放 这个杠头就解除掉 就是解杠头法 很稀奇啊 非常稀罕 很稀奇 你如果这样子做 你的杠头就会解除掉 如果你不知道 对方谁给你做杠头呢 你就写 你写无名氏 你写无名氏 这个坟场 你去坟场 剪落地的树枝 七寸 你把它剪成七寸长 把皮削掉 上面写三个字 无名氏 你中了杠头 你把它丢到附魔佛里面 马上就解除掉 你的杠头就没有了 它是普巴金刚的解杠头法 教大家口诀 这个解杠头法里面有口诀的 你们看看就知道 要请普巴金刚下来 最重要的你的宗旨 两个宗旨结起来的宗旨 是树立的 好 这里已经有四个手印 深的压的最直的 就是吉利吉他亚的手印 普巴金刚 稍微弯一点的 就是大威德金刚 两个宗旨交叉的 就是爱染明王金刚 就是爱染明王金刚 两个宗旨分开的 就是地藏王菩萨 金刚亚 这里已经有四个手印 刚刚我比的手印就有四个